财力上的外界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觉得我们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接过来 家人也不支持我们再有第二个孩子 对多伦多不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地方 我甚至怀疑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精力 跑到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城市来 所以我当时是动了这个心思的 我叫吕娜 我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 毕竟对于我来说 我们一个家庭式的去转移一个国家 不像是一个个人 然后突然到了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的家庭规划是非常缜密的 我本人也是喜欢什么事情有所安排 我当时的规划是到了加拿大之后 学一年的英语 然后还是去做我的销售 当时我跟我爱人 我们有一个孩子了 在我们的生命规划里 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几乎是零 而且不稳 结果推迟了大概十天左右吧 我觉得就去测了一下 发现自己怀孕疼 我曾经想过要坐飞机回国的 就是可能家里面人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都觉得 这个孩子来的时间不合适 觉得来的不是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 所以你们就是有没有曾经想过 说可能要就入产 不要留孩子 有没有长相 有过 出的那个状态非常的紧张 我老公刚毕业 他没有找到工作 然后我在国内刚过来 不懂英文 谁都不认识 我们对这个城市完全陌生 然后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还没有带过来 我觉得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所以当我第一个孩子 我都没有尽我的责任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再去做 我的弟弟 我的爱人 他也不是一个人 他也有他的哥哥 我其实非常羡慕 家里面能有多一点的孩子 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是堕胎的反对者 这是我长期就是这么去认识的 所以这个困难到了我身上之后 我有动摇 但是那个动摇 可能是转瞬的 而且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很自责的一个意念 财力上的外界环境 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觉得我们第一个孩子 还没有接过来 家人也不支持 我们再有第二个孩子 联系到这个PBC 我的诉求很低的 结果他实际上超过我的想象 而且他这种人性化的关心 是我特别感动的 我没有企图希望他 我没有企图希望他能够给我 非常具体的全方位的这种帮助 我发现我找不到医生 没有办法检查 这些问题Karen都可以帮我解决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 很大的鼓励 意外怀孕的女人 她们不是真正的生活中 真的是说已经到了 完全不能生下来这个孩子 实际上就是心心不足 各种原因导致他心心不足 所以增加他的心心很重要 Karen第一件事情为我做的就是这个 我才感觉到我这个事情就落地了 踏实了 我觉得我的孩子真正的有了 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的保障 我觉得我非常庆幸 我当时把孩子生下来 他让我的生活生命更加的完整 也让我的大孩子有了手足的 因为我非常羡慕 家里有两个或者三个 我觉得他扰乱了我原有的生活的这个规划 但实际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 意外的生命的馈赠 二个呢就是 我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女人 她一生当中最有可能遇到的意外 就是意外怀孕 这个现象其实还挺普及的 觉得非常复杂的事情 不能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地对待 首先就是冷静 不要特别急特别痛苦 然后大哭啊 就很草率地做了一个决定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是我要给他们的一个建议 我自己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希望他们像我一样 找到PCC这样的机构 接上你所要付出的这个经历 你完全是可以把它搞定的 只要你足够地勇敢 只要你勇敢地去面对它 其实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这是我必须要解决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他们有什么事情 我帮助你 我希望你能够受那个决定的事情